我是光頭神童李漢軒 曾經我被醫生診斷出心臟問題 並宣告田徑生涯結束 但在兩年之後 我重回愛媛馬拉松的賽道上 跑出了兩小時二十七分的家機 打破個人最佳成績 同時我也以速度重回馬場 當我看到這雙鞋 我看到它的大LOGO 以及它顏色非常的鮮艷 當你穿上它 你就是全場焦點 這款WAVE DUO NEO 延續了上一代的波浪片的設計 在它的前端特有的釘鞋上牙 幫助你在比賽中更有推進力 當我拿到它的時候發現 它非常的輕 這款WAVE DUO NEO 使用了ANERY LINE的中頂材料 ANERY LINE是整個ANERY系列當中 最輕量的一款 輕量的設定 相當適合競速跑者來比賽 我穿過這雙鞋跑過半馬 那發現在跑半馬的過程中 它是相當舒適的一款鞋款 相較於美金龍上一代的鞋款 這一款加入的ANERY LINE材質 更加的回彈 那在這樣的設定 大大的提升我們的運動表現 也降低了我們的運動傷害 當你看到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大LOGO 非常的霸氣 NEO DUO TOR 一個襪套式的設定 其實在我們穿上去之後 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包覆感 同時擁有裸足般的腳感 那在我的教學當中 發現蠻多的學員 都有一個腳踝扭傷的經驗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筒的一個設定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可以穿上去之後 有更好的一個腳踝的穩定性 以及我們的保護性 最大的不一樣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底的部分 那以往呢 它都是部分的一個G3大底 這一次呢 是全面的 整面的G3大底 你可以看到這邊 中空寧格紋的設計 是可以強化我們的一個抓地感 以及我們的一個推進力 那當我在進行這個間歇訓練的時候 無論是直道的加速訓練 或是彎道的加速訓練 它都是我最可靠的夥伴 陪我一起放軟去跑 個人的這個短程目標啊 是希望可以在10公里跑到30分 以及我們的半馬 可以跑到1小時10分 那當我完成這個短程目標之後 我就會重回馬場 挑戰自我 每次接地都轉化為速度 每次加速和突破 都代表著重生